提起轻断食,你头脑里可能会出现非常多的概念 什么5加2断食法,168轻断食 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喝,等等 把人搞得头都晕了 其实呢,断食这个事很简单,就两个字,不吃 今天我就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让新手小白也可以轻松简单的开始轻断食 第一,你需要确定你断食的时长 就是说在这一天24小时里边 你计划有几个小时是不吃东西的 新手小白呢,通常建议从16小时开始 就是说开始一个168的轻断食 这个呢,是最容易的,也是最基础的 因为你能够从断食中获得的好处呢 取决于你断食的时长 短时间的断食呢,确实能够让你减脂减重 改善身体的一些指标 但是只有超过16小时的轻断食 身体呢,才会启动姿势的机制 从细胞水平呢,进行修复更新 如果你断食少于16小时 你是得不到细胞自食带来的好处的 第二,什么时间开始断食 什么时间恢复进食 这个呢,取决于你晚餐什么时间结束 假如你打算执行168轻断食 那就从你晚餐结束的那个时间开始断食 往后数16个小时,再开始吃东西 举几个例子 假如你晚上8点吃完晚饭了 那你的断食时间呢,就从晚上8点开始 到第二天中午的12点,开始吃这一天的第一餐 跳过早餐断食16个小时 第二餐呢,在晚上8点之前完成 这样的时间安排呢,是最方便的 也是最符合大多数人的生活习惯的 如果你的晚餐呢,是晚上9点钟才吃完的 那么你要到第二天中午的1点 才开始你这一天的第一餐 晚上9点呢,吃完第二餐就是你的晚饭 如果你晚饭吃的比较晚,10点钟才吃完 那么你第二天的第一餐呢,就是中午2点开始 晚上10点前呢,吃完第二餐 具体的时间安排呢,你自己要算一算 要提醒的一点是,从中午到下午 那个两餐之间呢,不要吃零食 不要在正餐之间摄入额外的热量 也不要频繁的去刺激胰岛素 第三,一天吃几顿 建议呢,从一天两顿开始 跳过早餐,因为跳过早餐呢 对大多数人来说呢,是最容易做到的 小基数呢,一天两顿 就可以有非常好的减脂减重的效果了 大基数呢,可以从一天两顿 慢慢过渡到一天一顿 也就是OMED,一日一餐 把这个断食的时间呢,拉得更长 这个呢,对大基数来说 减肥的效果呢,会更好 第四,进餐的时候可以吃什么 首先呢,你需要含丰富膳食纤维的食物 比如说六叶菜 因为膳食纤维呢,可以产生非常强的饱腹感 而且纤维素呢,它消化的时间长 纤维菜里面呢,还含有非常丰富的 美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 营养密度非常的高 这样呢,你就不容易觉得饿 不会说才过了几个小时呢 你就觉得非常饿了,饿得肚子咕咕叫 你还需要多吃一点脂肪 因为脂肪呢,消化的慢 另外呢,它比较油腻 容易产生饱腹感 而且一克脂肪呢,就能提供九卡路里的热量 单位质量的热量更高 能让断食持续的时间更长 最后呢,你还需要适量的蛋白质 简单一句话 生酮饮食或者是低碳高质的饮食呢 是轻断食的最佳拍档 两者搭配食用呢 减脂减重的效果是最好的 对身体的健康呢,也最有益 如果你是普通饮食 不是生酮饮食或者是低碳饮食呢 也可以进行轻断食 但是最好呢,你吃的这个食物里边呢 80%是这个比较健康的 没有经过精加工处理的食物 剩下的20%呢 可以是精加工的 不是那么健康的食物 第五,断食的时候可以喝点什么 不吃东西断食的时候 你可以喝的东西呢,有这些 一,黑咖啡 是不加糖不加奶的黑咖啡 你如果觉得苦呢,可以加一点甜菊糖 罗汗果干之类的天然的甜味剂 这些天然的甜味剂呢 不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 咖啡里含的多酚呢 可以促进脂肪分解 促进细胞的这个自视 但是咖啡呢,别喝太多 因为咖啡里面含的咖啡因呢 会刺激皮质醇的分泌 皮质醇呢,是促进脂肪合成的 它的浓度太高呢,你是减不了肥的 二,是茶,是不加糖不加奶的茶 不是奶茶 茶和咖啡一样 茶多酚呢,也是能够促进细胞的这个 修复更新的 但是茶里面呢,也含咖啡因 所以呢,也不要喝太多 三,纯水 纯的水呢,是完全可以喝的 没有问题的 第四,不含糖 人工代糖的 零卡的气泡水 苏打水 骨头汤,防氮咖啡,运动型饮料呢 都不建议在断食的时候喝 因为骨头汤和防氮咖啡呢 含大量的脂肪 热量非常的高 一定会打破你这个断食的状态的 运动饮料呢,通常都含糖 是会刺激胰岛素分泌的 也会打破断食的状态 第六,如何打破断食 平衡进入进食的状态 你经过比较长时间的断食呢 你的这个身体呢,是会有点虚弱的 这个时候呢,一碗热腾腾的骨头汤 是最好的打破断食的食物 骨头汤一般熬制的时间都会比较长 它会含有比较丰富的脂肪 胶原蛋白和矿物质 好吸收,可以快速补充能量 还能够保护消化系统 而且骨头汤里面含有大量的脂肪 它不会对胰岛素呢 形成一个比较强的刺激 所以胰岛素呢 不会一下子冲得非常高 你喝完骨头汤之后再去吃其他的东西 胰岛素的上升呢,会比较平稳 这个呢,是我们想要的 这个呢,就是新手小白如何比较简单的开始清断食 OK,这期节目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